这个问题有点难 如果把范月列在最后的话 这件事情可能范月就接受不了 其实每一个我们做过的 我们印象都很深刻 因为我认为一个好的设计 就是应该要 每一次都是全力以赴的一个设计 那不管它成功或失败 不管它在市场上被认可或不认可 我认为范月对我们来讲 是一件还蛮重要的一个经历跟过程 因为在一开始设计的时候 的一些基本的出发点就是 我们不必太去考量这个市场 我们不必太去考量迎合这个市场 而是说去创造一些 能够感动人的一些空间 作为一个设计主要的目标 我想在这一点上它是不太一样的 那我也相信结果至少对我们来讲 这是一个能够感动人的空间